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妹妹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不是 我找你 小龙找你 他人呢 人呢 月韩姐 是这样 晓龙想找你 但他又不好意思过来找你 所以让我带他过来找你 不是我找你 晓龙 先来说 你怎么跟进来了 你不是不找我吗 我在这儿待着 我怕你们俩一会儿打起来 他影响多不好 我们俩为什么要打起来 你想 娘俩都喜欢沐建臣 证明你们俩是情敌 这情敌在一起 就容易打起来 万一打起来 影响多不好 王妹妹 管得真宽 小龙 你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的 那你就回去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跟沐医生只是同事关系 没有感情上的关系 我和你 也永远都不会是情敌 这话不能这么说 黄护士 你不是一直挺喜欢沐医生的吗 这不能因为他现在成了特务了 明天要公审他了 你就 你就说你们俩没关系 我和他有没有关系 跟你有关系吗 郁寒姐 我知道你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他明天就要被公审 甚至就要被枪毙了 我 我不知道该找谁说 你想说什么呀 他今天太反常了 他毫无理由地怀疑我爸爸 把收枪现场和脚都乱七八糟的 还拦着淘牌掌 不让他们去清冰箱救工作队 结果死了好多人 好惨哪 还有小孩 我去现场看了 好惨 我觉得把他公审枪毙了 是他罪有应得 私有余辜 可是我又实在想不明白 他怎么会一夜之间 就变得这么的 这么狠毒 你不是也觉得他罪有应得 私有余辜吗 但是如果就这么把他枪毙了 我又不甘心 那就拿上枪 劫狱 劫法场 然后带着他远走高飞 你敢吗 我就知道你不敢 反正有组织 有纪律的 行了 小龙 你看 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还来问我干吗 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们俩赶紧回去歇息吧 黄故事 咱不能说翻来就翻来 你看我刚才说你们俩是情敌 你还不承认 黄妹妹 郁翰姐 妹妹哥 那都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小龙 别着急 咱想想想想 小宝 黄故事 我不找你 你不找我来这儿干吗 黄故事 我真不找你 是小龙他家里人找他 周伯 大小姐 你快给我回去吧 老爷他不行了 什么 他怎么了 老爷他可能是 今天白天受到了惊吓 他突然觉得四肢无力 头晕 闯不上气 这不 天没黑他就躺床上去了 现在都水明未尽 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昭鬼叔怕出什么意外 这让我赶紧过来 把您请回府 他说这时候啊 您最好陪在老爷身边 但是 怎么突然会这样的 我今天走的时候要好好的呀 过去叫上沐医生 让他跟咱们一起 去给爸爸看看 大小姐 今天要不这沐建成折腾成这样 老爷怎么会这样呢 你不把他带回来还好 你要把他带回去了 那老爷的病没准就更重了 真糊涂啊 明天沐建成就要公审了 今天晚上能让他跟你搞回去吗 要公审沐建成 对 明天要开公审大会 我们这儿真跟韵寒姐想办法呢 还商量什么 他最有应得 大小姐 你不会是为了要帮这坏人 不回去陪老爷吧 大小姐呀 沐建成不光把老爷害成那样 我听说 他还帮着土北 图了十条村 这样的一个人 你还同情他 你还帮他 周福哥 你到底更不过我回去 好 我跟你回去 如果爸爸暂时没什么事的话 我后半夜再赶回来 约翰姐 能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回去一趟 看看爸爸吗 对 我们都陪你一起回去 晚上回来还会好照应 都不用都不用 我们家老爷呀 那是老毛病了 他就这次他重了点 也许小姐 他见您回去 他病就好了 周福 你们老爷的老毛病是什么呀 同事你们见到命 那估计就是太累了 还有就是受到了惊吓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小龙 要不你就先回去 也许你爸爸一见到你 病就好了呢 要是真没什么事的话 你半夜再回来 咱们再一起商量一下 沐医生的事 好 那我先回去 如果爸爸暂时没问题 我后半夜再赶回来 我陪你 我们周家有的是人 轮不着你呀 再说了 今天晚上要真回来 我们全跟小姐回来 人都了不起啊 又不是打群架啊 好了 周家人手够 你就放心吧 挺好爷们儿的 叫什么王妹妹 小姐 咱们走小姐 我 我说你 二位寨主 请吧 梦主姐 梦主姐 谢谢你 我再说一遍 别再叫我梦主姐 我跟石牌寨 早已恩断义绝了 后边那两个人 在我心里 问点什么呀 你永远都是那个 带着我采蜂蜜 捉马拐的梦主姐 我好像听见什么呀 梦主姐 梦主姐 你刚说谢我什么 谢你能下山 你要是不下山的话 陈甸子肯定也不会下山 我现在这个样子 去哪儿都是一样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玉林弟 你要是敢骗我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好 没有啊 那条路 那个那那座桥 它被洪水冲断了 所以咱们走这边 就是稍微被照着点 就是走 这么走不是相反方向吗 怎么样又这么远了 这哪是相反方向啊 那那前面 在咱们绕合弯 就去回正路上去了 我也是严谎下山人了 这么走不就是相反方向吗 当然不是 再走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周福哥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好像从来没丢三五花 那当然 道小姐 最近发洪水了吗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所以咱们走这条路 周福哥 你今天好奇怪啊 什么情况 你是要送我回家吗 大小姐 我是不是送你回家 我要送你去香港 去香港 为什么 大小姐你今天你别问 你去也得去 你不去也得去 周福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情了 我爸爸知道你要送我去香港吗 大小姐你别问了 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走吧 我不去 大小姐 你别逼我 周福 你干什么 你不可能对我开香港 我会的 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会的 你 放了 谁敢 放开我 周福 你这样 我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我 对不起了大小姐 我这都为你好 别喊 我不想把你的嘴堵上 放开我 周福 周福 走 放开我 来来来 你呀 怎么这么多女的呀 没差谁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铜锣寨的盘寨主 龙主姐 这位是军座的三姨太 莱美兰女士 三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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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银店山的陈六祖 这个江湖上都叫我陈天子 陈六祖 这个江湖上都叫我陈天子 龙主姐 来 咱俩休息啊 来来来 走走走走 今晚朱转 别倒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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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要上茅房 这 这 看什么看 我要上茅房 大小姐 你别耍花响啊 上次林副官救你的时候 你就这么跑的 走 正副 你以后是不想看待我了 是吗 大小姐 你以后就知道 我这是为你好 好 不过你以后头 快点 你绑这么久我手都麻了 再这么绑下去我胳膊就坏了 到时候看老爷怎么收拾你们 给我松开 松开 松开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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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给我开枪了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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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寨主呢 今天就住在这个院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其他的随从兄弟姐妹们 等会随我去其他院住 韭菜已经不好了 大家等一会儿呢 一起好好吃一顿 多谢了 韭菜就不吃了 我的人要跟我住在一起 嗯 那我也不吃了 我的人必须和我住在一起 那岂不是带卖二位寨主了 那你就按我们说的办着行了 好吧 那明天军长亲自设宴 宽带二位寨主 大家再一起好好吃一顿 请 兄弟 我住哪儿 军长说你住三一太哪儿 我自己住 我自己住 这东西不错啊 你 这花不错 你看 别着急 那天老子高兴了 把你们全搬到山上 对 你搬山上 这出去好东西不少啊 大花 你看 这雕工不错你看 你 你 大老 我跟你说 周家的女人也不错 你看 那个三一太 真是个没人佩子 只是可惜了 她跟着周裴龙这个老东西 对对对 行啊 不行 让阿九 阿九去给她下点迷药 你怎么不去啊 去 让我去你就去 夫人 是这样 这样 明天 看这个老东西是个什么真实 是 对 要是惹得老子不高兴了 还别说三一太 老子给他两锅儿断了 好 对 对 你打死我呀 你怎么开了 这儿是我的家 我想上哪儿 谁还管得了我呢 老爷子都说了 让你住我那儿了 你这会儿还装什么清高啊 你懂什么 君佐悦这样做 我越得对得起他 早干什么去了 这会儿说 晚了 我钟某人 但求闻心无愧 怎么着 钟玉琳 想反悔啊 放心吧 我答应过你的事 就一定会做到 这今天晚上听起来 话茬有点硬啊 让我猜猜 跟这个盘寨主多少有点关系吧 你看他看得我那小眼神 那要眼神能够杀人的话 我这会儿应该死了好几回了吧 我跟孟主姐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自然不一段 那还青梅竹马了呀 情同姐弟 你叫他姐姐 那行 既然他是你姐姐 那我觉得我应该 借此机会去拜见拜见他 顺便把咱俩这关系 告诉他一下 回来 别胡闹 钟玉琳 我看你是想脚踩两只船吧 我告诉你 有我没他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饶不了你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军长 会默认你跟我的关系 老爷在哪儿舍得杀我呀 他管这个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就像现在我对孟主姐是一样的 用人在即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我只有借助他们的力量打败了共产党 我才有资格让台湾把我调回去 才能带你去那些花花世界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说过那么多次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 那你说 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 我当然喜欢 喜欢你 那你证明得我看 怎么证明 少跟我装傻 好 这马上开战了有机会呢 顾奶奶 你就饶了我了 我现在是焦头烂额 明天一早我还得开作战会 我知道你焦头烂额 这不过来让你放松放松吗 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情啊 今天你也看见了 好端端一个金哲雄 就被姓木的给搅黄了 我本来还指望陈滇子这帮土匪 他们能给共产党打个伏击 结果这帮烂泥浮上墙的东西 共产党没来他们就先跑 我今天想了一晚上 想明天怎么能教训教训他们 好了顾奶奶你 今天晚上你就别给我填乱了 行吗 这样好吧 等我打下查诚 我天天陪着你 你说的 我说的 这不就对了吗 什么对得起对不起这个那个的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好了 走了 走了 给慢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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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tanto 我 以前 中共 快 请坐 看不出来 您果然是胡老雄风在 你帮我老了吗 胡老 正值当年 君总 晚辈有一事 也想不明白 您说 您把陈滇子跟盘桂英 他们都请到这府上来 您这周家大院 不想要了 当初我刚到这儿的时候 您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时至今日 我倒觉得您才是理想主义者 他扮演妙议 老朽是标准的现实主义者 我这已经看清楚了 所谓皮之不存 毛之烟腐 共产党要做天下 这周家大院 这儿迟早是保不住的 那还不如放手一搏 贫瘸余胜 君座 对党国的忠心 令完被佩服 这儿迟早 走吧 一起吃早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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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要 反正 我们这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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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